我们其实看到呢 从这个11月3日开始 应该说拜登和特朗普的表现 是有较大的不同的 特朗普呢表现出的是较为的交集 而且呢对于这个计票的过程 是非常的这个高度关注 同样呢也是非常的愤怒的 那么从这个拜登的角度来说呢 拜登呢似乎更加的冷静 他说呢每一票都会被计算在内 他也相信呢随着计票进程的推进 尤其是这个邮寄选票的不断的被统计 那么对于他来说呢 是更多的利好的消息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 大家同样看到的是 拜登呢也在逐渐的开始进入总统的角色 在此前呢他已经听取了 关于疫情以及美国经济的简报 在努力的适应自己未来要承担的 这种责任和角色 同样的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表示自己在下一阶段 政策上的这种核心的动向 那么拜登呢确实认为 当前呢对于美国来说 应对疫情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政策上的重心 那么拜登也看到呢 正是因为疫情的蔓延 其实呢给特朗普的政府 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民众对于联邦政府的这种失望感 是他入主白宫的 非常重要的支撑 所以呢下一阶段如何抗议 对他来说是首先要完成的任务 同时呢拜登呢应该说 当前已经给出了一些政策上的走向 包括呢未来呢会加强检测措施 对这个密接者进行追踪 以及呢会希望呢通过这个更加严格的措施 来防止疫情蔓延等等 但是现在呢确实对拜登来说呢 还面临着另一重这种现实的考量 也就是他希望呢全民能够团结一致 包括在疫情防控方面进行这种共同的努力 但是呢由于此前美国国内的这种分裂的增加 尤其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疫情方面政策的这种明显的不同 其实美国社会呢也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 戴不戴口罩都成为了两党的支持者 来表明自己立场的一种方式 如何让此前不戴口罩的共和党人 能够心甘情愿的戴起口罩来保护自己 那是拜登必须要解决的现实的问题 同样呢他也看到呢 因为特朗普政府不断的打击科学 所以下一阶段呢让这个民众重新相信科学 那么遵守科学的规律 共同来抗议也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所以呢考验呢仍然在拜登面前 如何呢把这个特朗普造成的美利坚分中国 变成呢美利坚合众国 并不是这个政策宣示就能够达成的目标 而需要呢非常艰苦的一段努力 这一段努力就能够达成的美利坚合众 这一段努力就能够达成的美利坚合众 这一段努力就能够达成的美利坚合众